HQ就必須要投碰的 他現在想我到底會不會變 這一個加文4C應該是有嚇到HQ 因為HQ應該是想說 我看來必須要BAN加文4C 對對對對 這考慮剩下一秒鐘 究竟會不會BAN呢 傑西 BAN掉了傑西 哇 直接就鎖了匿命啊 所以現在場上剩個匿命是開放的 所以匿命 TPS第一個選擇是選擇的匿命 這邊有看說 TPS它的BAN Peek 其實是都有在深思手裡 對 沒錯 我想 他的那個第三個加文4C應該是嚇到不少人 對 應該是就突然完全不到 哎呀 你怎麼BAN這個 那我到底會不會BAN一命 會不會有這種感覺 結果他覺得 我還是把你傑西BAN掉 其實好煩喔 所以就放出了匿命 可是 現今的比賽當中 匿命出現的機會還蠻少的 因為他這隻角色有點 過於無恥啊 他有被改爛過 可是還是蠻無恥的 最近的時候 他就是他的這個大絕喜兵 他喜兵性質非常的好 當你AP撐上去之後 丟一個Q然後再加紅牌 就是可以清兵然後去支援其他弱 對 但畢竟現在匿命很少出現的情況下 我覺得AQ會有點 沒有在很久沒打有用匿命啊 我到底該怎麼打匿命 對 因為畢竟你臨時線上隨時會多出一個人的感覺 跟平常是2對2對線 1對1對線 這個感覺是不一樣的 你隨時都要故意跟匿命隨時會飛出來 你反過來思考 那AQ其實自己也知道 他自己就有一個很善上使用匿命的玩家 加上他是隊長 他應該也是會提醒自己的隊員 對對對 這提醒部分是一定要做到的 就要看在這個地方 是雙方的指揮哪一個地方比較好 好 我們繼續看選角的部分 AQ在一開始選 TPS選完匿命之後換AQ選了兩個 就是伊莉絲跟凱特林 反觀TPS則是在補上了法洛斯跟索娜 這一次AQ因為他們並沒有把法洛斯給BAN掉 所以TPS就把法洛斯給拿下 這樣子看下來的話 TPS目前的這三個人的CC是非常的可怕 有法洛斯的大絕 緩加上索娜的大絕 以及匿命的這個大絕即時支援 那AQ的下路在前期要非常的小心 目前AQ則是鎖定了李鑫 那這個李鑫沒意外的話應該是打野 我覺得這邊其實就可以顯現出AQ有個窘境 選變角太固定了 永遠都是這幾隻 永遠都是這幾隻 我怎麼打我怎麼BAN 這樣BAN你就是只有這幾隻 你就是不玩法洛斯了 你就是不玩別的走路了 對 TPS很聰明啊 他們BAN AQ已經BAN了兩場的法洛斯 然後選三場的凱特 那將果我每次不是李鑫 就是別隻納蒂魯斯什麼有什麼 就是太固定了你知道嗎 太固定會有個結果就是 我知道你怎麼打 很容易被對面撐退啊 對阿 幹嘛又選了這隻先出來看 到底是有什麼問題嗎 露出了半個卡瑞斯 他是很喜歡那隻角色還是幹嘛 他很喜歡聽他的音效吧 然後在TPS最後面則是選擇了卡莉斯加 然後拉姆斯好多絲 這個拉姆斯的PIC算蠻強的 拉姆斯在先進很強啊 我我從來一點都不覺得弱 而且加上拉姆斯去針對捷 這是一個非常有用的方式 對沒錯阿這個嘲弄 然後加上秘密的這個 持續性的 持續性的單體C 這現在你看蜘蛛李鑫加上捷 這三隻哪一個被嘲弄不會死啊 對 對 然後最後綠茶PIC了一個機器人 我覺得有點放手一搏的感覺 對這一個機器人 我自己是在播報的時候是很少看 應該說根本沒看到綠茶使用機器人 但是相對的 匿命是一個相對的東西 TPS選了匿命 然後AHQ了解匿命 所以就要看這個東西 那下路的輔助對決也是一個觀戰重點啊 Mistake是非常擅長使用機器人的不明示 雖然說AHQ在補助的地方是有一點counter到TPS的索納 對 但是 我是覺得說 因為Mistake自己也是機器人愛用者 他的那個機器人那個拉真的是很煩 之前有一場比賽他的機器人一個Q 拯救了這全隊的經濟將近五千 這邊的話我會覺得 這場李鑫要實在不發揮出來 我看AHQ還是要悲劇 上一場的這個李鑫在遊戲前十分 不對 上第一場 對 那個李鑫在前期並沒有把風向打出來 但如果 因為你如果李鑫前面沒有辦法滾出一定的風 我沒有要求就是你要打爆還是殺小事 但是你至少你要有點貢獻 對 不然你其實 你幹嘛要出李鑫 對 因為他在打華Espider 他 前期來講他真的劍術 就完全毫無劍術可憐 雖然說 你的這個打野 跟對面的打野 持平術是持平的 可是你一個會 你一個會戰 打會戰型 這個打野 你持平術相同的李鑫跟納瑟斯 這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意義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因為納瑟斯又夠彈 傷害那第三招 這個幫助隊友 加上第二招還AD Carry 這個能做的事情太多 沒錯沒錯 對 所以AHQ在這一場 他的李鑫在前期一定要有所貢獻 不然到時候 只要到一定的小會戰 那個拉姆斯的威脅太大了 再加上TF到處飛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 你前期不帶出優勢的話 應該中間就要崩盤了 對沒錯 這第三場非常的關鍵 AHQ在上一場已經 敗給TPS一敗了 但是今天 是總共有打三場 這第三場 第二場跟第三場 都是由TPS對上AHQ 雙方已經開始了 這一次TPS是在左下角 然後紅方則是AHQ 所以會不會閃現拉呢 這會不會 如果他閃現的話 拉姆斯則是會看說 他閃現一點好不好 一定也是第一次會閃現 所以雙方都在撐著 對 你不動我不動 不過這一個 這時候AHQ在這個地方 雙十項的地方插了一個眼 現在也很流行雙十項 因為你插雙十項 這就意味著 你知道對面下路的動向 其實插雙十項的話 有的時候你也可以知道Jungle來了 因為常常Jungle Gank 是依照他吃打野的順序 他要Gank你之前 會去吃個雙十項 對下路而言是這樣子 對對對 那你就看到他在吃雙十項 你就有警覺性了 而且這個眼常常不容易察覺到 因為常常粉眼的爭奪在下路的三角 對相對這個也是不會有人去猜的 對但是這樣子看下來的話 AHQ這個陣型 因為前期一等非常的強勢喔 所以AHQ 是有掌握到三個BUFF 不過拉姆斯應該 應該有藍就夠了 對對拉姆斯打野而已 也是這樣 所以就要看在李鑫吃完BUFF之後 有沒有要選擇入侵對面的紅阿 配合自己的打野什麼 這角度我一開始以為 米絲隊有在吃棒棒糖阿 對你說他的那個 對阿對阿 對阿對阿 對阿 這只能直接正對著 正中間 難怪這麼大聲 哈哈 你看西門就是靠旁邊 因為這就是正中間 對對 從畫面左下角可以看到的是 TPS台灣隊長 陳輝中 右下角是 我是可以看到貝克的下面 貝克插口袋 貝克只是非常的緊張 這個 貝克的下面是 貝克的下半身阿 對對對 對阿下半身阿 對對對 對對對 那下路的對決 則是要看布里茲 能不能夠神拉到索納 一個好的索納 絕對不要被布里茲拉到 這個隊長 這麼會使用機器人 他一定非常的有警覺性 對阿 他其實都靠在兵畫面阿 要挑戰技術 這 那中路截對匿命 你有看過嗎 看上六那一波吧 還有 在截上六之前 Jungle的動向 看匿命有沒有在 出中亞之前被壓制之外 對 而且上路的話 我覺得伊莉絲應該 六等之後 卡莉絲會比較有優勢 但六等之前伊莉絲的消險 也對卡莉絲也沒有很大的優勢阿 這點我跟你持下滿意見 我覺得伊莉絲應該都是直接把卡莉絲壓在塔下 卡莉絲除非他帶回血雕尾 不然是完全壓不贏伊莉絲 對那你看他這邊帶的就是一個水晶庭要叫三罐洪水 對他下一次出來一定又是五罐洪水 對他就是 我就是撐到後面嘛 對沒有差 我上六等之後我就洗冰了 我推你的冰你也不能幹嘛 對阿 所以AHQ的打野李星一定要在前期看能不能幫中路 或者是上路滾出風向 甚至有下路 對那他現在拼了一個下路 他可能希望就是綠茶看可不可以拉到一個 那下路就可以打到一個小優勢 現在這個兵線AHQ是好像要把它推出去了 但是在草叢裡面有一根綠岩 機器人有一根粉岩 看他要不要在這個地方插粉岩 然後把這根岩給反掉 可是這邊他TPS其實有點緊急性蠻高的 因為現在是李星的強勢時期阿 對對對對對 他整個就是退後 我也不上去了 我就退到最後面了 我覺得你後面就是有李星 對這時候不宜之 哇 我們李星直接在那個地方rehold 並沒有要做一些gank 這邊其實就有點 不知從何下手 我覺得他可以做一些 不要一直想gank的線上 你可以去counter jungle嗎 對 counter jungle是一個不錯的 我非常同意你講的這些 對他太執著於線上 如果要做入侵打野的話 下路跟中路的這個資源是 一定在AHQ比較好 因為下路有一個不理之阿 嗯 這時候從小地圖可以看到 拉姆斯正在上路後面 好像是 我們看到究竟伊莉絲阿 拉姆斯撞到了他小蜘蛛 這個小蜘蛛阿 這個蜘蛛counter拉姆斯 伊莉絲OP 對伊莉絲OP沒錯 對下路則是開始打起來 凱特林被索娜套上的虛弱 馬上交出進化解除自己不良的狀態 不過索娜的狀態非常的好喔 他們沒有要繼續打下去 雖然說小兵是對AHQ比較有利 但是索娜服部的狀態比較好 所以 AHQ沒有繼續打 對 只要索娜可以補血 再過一陣子 血汁滿了 又可以再打第二波 對 那這其實應該也是TPS想要的 反正是一個破牆線 成功的擊繞了凱特林 凱特林現在就很想推線 趕快回家 所以他一直瘋狂推 在剛剛那樣交換的情形下 下路TPS就是有優勢了 因為從咒語可以看得出來 法洛斯的這個光盾還是沒有使用 嗯 我覺得這邊其實 已經有點危險了 因為其實 你說AHQ嗎 對 比現在黃金旗已經走一半了 對 目前伊莉絲是壓制卡里斯壓制的 非常開心喔 這正常是角色差異阿 對 可是卡里斯調兵 也沒有差多少 因為這波兵吃完大概差十幾 吧 現在遊戲來到了六分鐘 然後下路現在對AHQ來講是比較不利阿 因為AD Carry 法洛斯還是有光燈的 此外 秘密 沒錯 那這邊 傑先上六 不過這個位置是也沒有辦法 這個位置沒有辦法 對沒有辦法 對 對 那就變成 這邊其實是 ABC控的 線控的不錯 對 沒錯 給傑稍微推一點點是沒關係的 他要做的事情就是支援別路跟不要死 這很簡單 很簡單 我兵推完我也不管你 你 你變別人了 這個時候AHQ很大膽的嘗試吃小龍 哇這個很 這個很 這個很 拼喔 對 因為李欣身上是有 紅爪這個打野非常強 而且沒有粉眼耶 沒有粉眼 他也不知道對方有沒有眼的情況下就是 可能是看線上也沒有動作吧 對 你測試看看 壓力測試 成功的其殺小龍 那這樣子的話AHQ毫無疑問 在經濟上面 對各陷入來講 稍微比較補一點 但是他們做的在前期表現比較好 這是應該的 這一定要 喔這邊 這邊 李欣身人並不知道拉姆斯在這個地方 拉姆斯在準備加速了 拉姆斯在準備加速了 喔喔喔 加上匿命 拉姆斯閃線撞到了小兵 機器人一拉 成功的拉到了匿命 但是並沒有把他給擊飛起來 ABC這一個閃線也交得非常的機身 對 要不果斷敲起來可能會吃到很大的傷害 這個 對啊 這一定要閃線掉 好 這樣子對AHQ來講就非常開心 因為捷就可以不斷的摸中塔 從小弟爐前看到 捷應該已經把中塔 火拆摸了 我只有三分之一 好吧好險我沒拆這個 哈哈哈哈 因為他兵好了 有大砲射推比較滿 對在這一波就可以稍微推下去 這時候凱特林 往上前去 提點是馬上察覺不對勁 所以稍微後折 你血量這麼低 你還要往前 這一定有不對勁阿 這一定是 後面有鬼阿 這邊一直很想抓到 喔這邊 喔這一個捷抓到了拉姆斯 這個大絕的傷害出來 都是由捷成功的拿到手殺 那這也是我記得西門也所強勢的地方 既然下路則是又打起來 這個破甲箭非常的準 成功的把凱特林給狙殺掉 這邊可能就是 想去幫西門吧 你沒有注意到自己的位置 你在剛剛上一個會戰已經繳了那麼多spell了 你還做這麼危險的動作 那米斯特格也沒有換過的機會 他知道你已經沒有任何spell 我直接殘廢你就對了 對你看這個地方米斯特格非常的積極 他知道李星在路心自己有紅 可是李星單吃buff的速度是滿快的 這時候 這邊登上 這邊登上 儲弟秘一個進版 這一個法洛斯笑得非常的開心 一個大絕成功的收掉李星 這時候綠茶悶悶的 哇 藍特算你抽到紅buff 可是你也把我給賣掉 結在旁邊 啊什麼事情都沒有辦法做 在這個會戰時就TPS去神 TPS還去看了一下小龍 因為他本來不知道怎麼小龍 被偷吃掉 我覺得這邊TPS配合非常好 他這個索納和法洛斯大絕是分開丟不同的人 沒有同在全部都丟在李星身上 因為你看到一個buff這麼多的jungle 你通常都會很開心的 所有招都砸在他身上 可是這個現象沒有在TPS出現 他 TF黃牌砸完之後 就是法洛斯大絕跟你跟上之後 索納大絕再留給機器人 他並沒有都丟在李星身上 對 沒錯 這個是團隊默契問題 不過剛剛那個HQ偷buff還送掉兩顆人頭 我覺得這是要 再稍微往前一點點 就是凱特林被擊殺掉 對 沒錯 所以凱特林在下路要是沒有被擊殺掉 保持線上優勢的話 就可以就是偷到buff成功的流程 對 沒錯 因為你現在下路已經是弱勢了 你去偷buff是非常危險的事情 對 這是有風險的 對 那我剛剛是沒有注意到 蘭特有沒有神龍百尾大絕啊 有沒有閃現這類型 他現在是有閃現 剛剛那時候 他那時候果斷交出閃現了 我覺得可以果斷交一交 對 應該是果斷交 就直接閃現到後面 把祢命踢到另外一邊去 他應該可以活得下來 此外結一個大絕 這時候結一個大絕 禮命在去看到拉姆斯在後面 拉姆斯轉轉轉轉轉 轉到 撞到 西門葉酸 黃牌Q 這時候這一個李星的大絕非常的漂亮 對 這個李星大絕非常好 還被踹出去的那個人 還撞到後面的那個人 他是 踢得 算得好好的 讓祢命的第二個 Q沒有 很確實的直接丟出去 對 沒錯 但是現在 HQ的上路還是有著 比較明顯的優勢 雖然說TPS的上塔 還是將近滿血 但是持平數這個30 就等於是將近兩顆人頭 對 那現在TPS贏了兩顆頭 可是 經濟卻是 持平 應該是因為剛剛那隻小龍的關係 對 那隻小龍的關係 對 那這邊下落 我覺得現在是 HQ這邊略是 因為剛剛幾個小會戰 導致的結果 那現在機器人也不太敢拉了 拉可能直接 拉的可能就是 直接滅啊 你看法洛斯三顆頭 對 而且他還有帶BUFF 雙BUFF 對阿 而且他的裝備 BF 大絕 比上十字 你看這破甲線也很準 不知道為什麼大絕就不會中 他剛剛是有中 對對 他剛剛是有中 沒錯 那是因為 卡牌暈了耶 這樣還能不中 真的是太強了 對 這個 對 這個能不中 也真的是太厲害了 現在雙方的經濟持平 但是HQ的這個陣型 還是有單抓型的 所以如果他們不 在表現稍微好一點的話 我覺得 當TPS打會戰 這個地方 拉姆斯已經出了先知 上路打起來 伊莉絲成功的 在蜘蛛小跳躍 成功的收掉了卡莉絲 這邊蜘蛛的裝備 雙穿的話打卡莉絲 是非常痛的 我覺得一套下去 應該就快死了 對 沒錯 這個雙穿 卡莉絲 要是出了一個 彈琴卡莉絲的話 這可是前所未聞 所以這一定都是 要以攻擊裝為主 對 那你完全沒有 魔防的情況下 被打雙穿 基本上都快要真實傷害了 對 沒錯 這破獎是右手 這到底是 這到底是 懶得把那個人引牽 就是要把我們死 這時候 這個配合非常好啊 真的是太漂亮了 這個配合非常好 對 我是新聞業說 我一定嚇一跳 這時候下路 你看悲劇發生了 就是裝備不夠好 拉了人進來 啊 還吃了一下塔 這太可惜了 這一個下路 下路以一換二 由TPS取得一個優勢 在上 在中路的部分呢 伊莉絲則是 也把匿命給收掉了 在同一時間 上中路跟下路 都打起來 他那個閃現 稍微先晚了一點 倒是又吃了一下他 不然其實可以 說索納 對對對 因為他有閃現嘛 有點可惜啊 對 不然應該是可以 表現得更好 對 你可以拿到兩個頭 完全沒有人死 對 這樣看下來的話 雙方的經濟 還是咬得非常緊 對 伊莉絲的裝備 已經 他目前還是雙穿 但是剛剛又在中路 拿到一個 布拉姆斯到現在還沒有買裝 他是要買什麼 這一場 雙方的經濟 都咬得非常緊 那個節奏也沒有 跟前兩場 對 那這邊雙方 雙方經濟差不多 原因是 HQ那邊是上路 腳贏嘛 那TPS這邊是下路 大贏 對 下路 那中路 主要還是那隻小龍啦 對 但是因為HQ 有成功的掌握住 小龍重生的時機 並沒有把這根野插掉 最近機器人的隔牆 可能想要嘗試 拉個輔助 或者是AD Carry 這一場 HQ的小龍時間掌握 就非常好 跟上一場不太一樣 這個是 這個遊戲 大家都說藍方勝率 比較好 有很多隊伍都在吵 想要藍方 但是指方的好處就是說 他可以有效的 用更便宜 用更少量的岩 有效的控制住小龍需要 是雙方的優勢 這個中塔 應該是直接吸 不給吸 裡面 那個 拉姆斯 站出來的位置比較遠 比較外面一點 所以逼了HQ 其實他很 沒有辦法 就是輕易的把中塔給點掉 我覺得他不吸的原因之一 也是因為他還沒買裝 他現在回買了 一個武術鞋 一個 粉眼 就這樣子 他有這麼窮嗎 他有出先知喔 喔 對 打野少奇出先知戰 把他出武術鞋還在身上去 哼 他是 想感受那個 無法控制的感覺 他就是要一隻這樣子 快死 就各有陷入 我非常同意 那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中路伊莉絲三 你從過這個伊莉絲三 就非常的漂亮 一撲之後 馬上補上人形態的Q 果斷 那出守護家園之些的這個目的 就是要積極的從線上Gank 當你一個線上Gank失敗之後 馬上就是從另外一條線上出來 這個是會給其他路 就是 給HQ其他路就是有意外的這個壓力 這 我是沒有試過 這守護家園加那個加速是可以衝到中路嗎 你說衝到什麼 中間啊 中塔 至少在河道 衝得到嗎 我猜河道是衝得到 那外面一定不是可以 大概是 就可能這時候 尼米在飛啊 尼米在飛啊 李星一個給酷 把尼米踢得遠遠了 但是拉姆斯在旁邊 李星馬上插了一根眼 讓自己到安全距離 這時候 尼米被伊莉絲纏上了 但是拉姆斯還是蠻血的喔 應該是 卡利斯成功了一個W 環到了伊莉絲 結的時候 即時的趕到 就能不能夠靠著鐵 把其他人給收入了 這一個三打三 看起來結效得非常開心 這時候 伊莉絲跟李星 保持距離 由西門葉索的結 取得了三連戰 這個打得非常好耶 這個西門的那個Q 還不只掃到了 但是 這一個綠茶 拉非常的漂亮 把索納給拉到塔下 B的索納必須 就是承受塔的傷害 我這邊看到HQ各種 各式各樣的小費戰 拿到優勢 對 在剛剛TPS上路 拿到一個小優勢 下路有 捷報頻傳 對 那他剛剛那個 西門處理得非常好 他知道TF已經沒有招了 他知道他只憑著一個手禮劍 或者是1 就可以把那個殘血收掉 所以選擇大 血比較多的 對 然後他用那個Q 這個地方打得贏嗎 雖然說法洛斯是沒有大絕的 我是他打不贏 他還有一個 他還有一個 再丟出一個手禮劍 這個拉最長的漂亮 ов玫頓 88 哇n вы promise 今天不只神鉤了 讓他 這個加速的86 喔不是 這個加速的拉浦斯 買了之後 沒有什麼 可以做的事情 我最近綠茶真的是 百個86 他剛剛那個拉 跟潔的這個配 scholarship 他一開始就可以拉 他一直扣 對 他現在知道法洛斯 可能是有閃接下來 接一個普光 你閃就會 我馬上把你拉回來 這就是一個 心裡很清楚的save 所有的招式都在他心中 這一定要的啊 你輔助除了在眼快燒的時候把眼補上去以外 你這個要是其他線上都會朝著這場更好 這時候中部開始打起來 這個都被拉到呢 拉到了 拉到拉姆斯之後 機器人開啟的大絕 但是拉姆斯因為剛剛有閃現 所以逃到了安全距離 由逆命把這個凱特林的狙擊 凱特林的狙擊是集中在逆命上面 救了索娜一命 不過這邊卡莉絲也達到了11等 那等一下的團戰就不一定是干的 這個就不一定啦 TPS強恩會這樣 基本上來說機器人這隻角色不先手 他就沒有用處了 我跟你講現在TPS有一個 HQ有一個隱憂就是 TPS想秒誰就可以秒誰 HQ沒有任何一個人能夠擋出法洛斯 索娜加上秘密的單體CC 所以這個情形下就可以說 卡莉絲是毫無義無反顧的可以 使用第三招再一次的跳躍 對那這邊的話我覺得 HQ就可能要靠伊莉絲去穿後排 讓大家的注意力在他身上 不然拉姆斯只要吸一個就要死一個 沒錯 而且你看剛剛伊莉絲的這個傷害 直接一套就是把拉姆斯打掉半條 應該說只有一個Q 那現在風向有點偏向HQ 這邊會不會打起來 所以這個伊莉絲一撲反而是讓自己到安全的距離 這一個法洛斯的空大 不過這邊伊莉絲我看還是要死 所以卡莉絲可以再跳一次 這時候一拉卡莉絲馬上去跳別的地方 這有點稍嫌躁進 剛剛他是有一股衝動 是想要把TPS的這個所納給收掉 可是他最後他跳起來之後發現不行 他又跳起來 不過那已經是來不及的 他雖然很果斷的腳神仙 但是 那你也沒什麼位置可以走了 那個 主要被暈到就是死定 對沒錯 那稍微來報一下目前的戰況 TPS目前最肥的是AD Carry 有法洛斯有五顆人頭 反觀AHQ則是 傑在下路有拿到一次擊殺之後 在TPS的上路成功的拿到三點殺 這是雙方最肥的Carry比較的 目前的人頭差距是來到了8比10 雙方的經濟差距 AHQ有著稍微的表現 但是TPS 憑藉著就是剛剛那個中路逼出去 一波會散的武器 集合隊友將上路的塔給抹掉 那我想這邊AHQ應該也會推掉下路塔 那上路的塔目前還沒有人去支援 這個二打四是要 PF一飛就是五打二了 這個怎麼沒有人呢 照理這邊的 分推 這個有點痛 這個有點痛 這個李鑫我覺得 他不需要待這邊吧 TPS是採用 我們覺得一次分推的戰術 難怪AHQ則是靠著兩個人在神 我覺得 我這邊拉到 真的拉很好 但是我覺得結局可能不知道 對 因為 結局就這樣被搜到 所以TPS就有四個人可以破上塔 反觀下路的部分 AHQ就是還是 這個伊莉絲這個位置 伊莉絲這個位置 他跳起來的嗎 伊莉絲跳起來 閃掉了逆命的 王阿 但他還是立下來 立下來 這樣子的情形下 我覺得 你覺得這樣子雙方誰比較算 我會覺得 一半一半 你覺得一半一半 對 畢竟下路推掉了二塔 對 然後上路的二塔 我這邊看不太清楚 TPS掉了 那其實那應該是 TPS小賺一點 恩 然後 FWH現在拉了一個小龍回來 對 然後又回來了 對 HQ可能小小獲勝 對 小小的 但是我覺得那是沒差多少 沒差多少 就是小小的 對 對 現在傑的傷害 傑的裝備 已經幾乎成型 他也是 他秒不掉逆命 因為現在逆命 有一個重量 但是他其實想秒誰也秒誰 同樣的 TPS可以憑借 他們這個招式組合 1加1加1大於3的這個情形 秒掉HQ任何一個人 不過傑還是 團戰有個缺點 就是被套殘廢有點悲劇 對 一定是留給他的 沒殘廢不會打 他也不打 反正我殘廢套完 你再補個收腦大絕 你這場會戰就廢掉了 此外AHQ還有一個隱憂 就是AD Carry的裝備 差太 差了一件大裝 這個拉把卡尼斯來了 這Q的重點可惜啊 這個 拉姆斯並沒有成功的幫他擋住距離 哇 這邊的AHQ很穩喔 這個滾動 這個滾動 哎呀 非常的不妙 拉姆斯 喔這個機器人 再拉 再拉那個 現在凱特琳 閃現普攻一下 究竟在這地方沒有視野 好像因為凱特琳的大絕影 剛剛用掉了 所以就要看AHQ在這地方選擇 是要 AHQ的打野也是死掉 所以可能只能摸掉中路的這座塔 誰跟我說 傻瓜不能Carry 對 沒錯 剛剛那個綠茶機器人表現很好 對 這場真的是 綠茶的那個拉人秀 對 他的拉都很極致 對 除了上路那個小差了一點 其實其他的拉都非常棒 他該拉到的時候 對對對 上路那個拉人少拉其實有點害到的感覺 嗯 對 那其實其他的拉都非常的棒 對 沒錯 現在雙方的經濟真是差距來到四千八 我覺得現在TPS應該會有點害怕啦 插每個眼可能一隻手就伸出來了 呃 第一點是 傑可以到處分推啊 對 然後裡面也不可能自己一個去單打傑 呃我剛剛一直在講說 TPS想秒誰就秒誰 但是反抗AHQ 他們有這些 這個伊莉絲機傷非常高的角色 嗯 所以AHQ也是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對 理論上來說TPS只要嘲諷到一個 就是一個 死一個 可是問題是現在 機器人在的狀況下 他們不是 這個地方TPS有點危險 喔 對其他隊員從小地圖上面 噢 對 最該被拉的逼的逆命 必須要開出裝甲殺了 鎖納這個大絕更漂亮 同時訂住了三個人 這時候AHQ其他Carrier這時候趕到 但是趕來的時間有點晚啊 剛剛MISTAK的那個大絕 訂的真的非常的漂亮 伊莉絲從隔牆丟出了一個蜘蛛網 但是並沒有綁到TPS任何一個人 稍先可惜啦 對 對 TPS來了比較快 對 沒錯 對 因為你看他五個人集結速度比 HQ快大概 五秒左右 這就決定了這個會 AHQ剛剛有視野的優勢 對 對 這邊 是要 應該是親個巴龍視野 對 HQ因為有著巴龍視野 這眼有夠多 這個位置上 一個畫面上有四個 五顆眼 已經被親了三顆 還有兩顆 剛剛就是在這邊打起來 當你在草叢打起來的時候 一個稱職的輔助 是一定要在草叢瘋狂擦眼 特別是在那個地方 因為那個地方 就算你插左邊好了 插左邊你就看不到右邊 對對對 我覺得現在就是 看綠茶的拉 對 他這一個好拉的話 剛剛他拉得非常漂亮 對 這風向是給綠茶帶出來的 我同意 那這邊 拉姆斯的裝備 我會覺得有點 我覺得拉姆斯 畢竟有一招是加雙綁 其實撐血量會比較好 撐血量是比較好 但是 TPS 他會選擇讓拉姆斯出 我猜他下一件裝備是要 這到底是軍團 軍團還是 軍團還是 燃燥 他們很需要軍團 我猜他不會出燃燥 這邊一個Face Check 這一個綁到了 哇這個傷害 哇這個法洛斯的大絕有定入了結 所以讓結可以非常 不過卡麗絲這樣進場其實不太好 這時候結開啟的大絕 索娜 這邊又跑到了 這時候HQ 這一個會戰非常的有力 理性一個Q成功的 將法洛斯也進來 這時候機器人 一個大絕有被拉到拉姆斯 機器人有武術鞋 凱特您的狙擊 好沒有展現 這樣子HQ是可以拿下中路的水晶幣 你怎麼看剛剛那一支會戰 剛剛的會戰 首先拉姆斯瞬間被打到他已經沒有辦法上前 然後加上法洛斯雖然說想大伊莉絲 但是伊莉絲很聰明的瞬間就上前 可是他的大絕其實沒有丟到 他只丟到結身上 對他丟到後面的人身上 可是 他丟到了結 這一個結就是一個負責收頭的角色 所以這有點尷尬 所以伊莉絲這個機傷高的情形下 因為遊戲一開始我一直想說 TPS能秒數就哪些 可是伊莉絲肥的程度 讓AHQ也有本錢這樣做 這我剛剛就有講過 Face Check有點 太草率了 所以伊莉絲的蜘蛛網綁到了 拉姆斯 B的TPS完全沒有坦克 對 那卡莉絲進去的時候也太差了 哇你看這一個傷害 這個傷害 哇這個貼不下來一次 但是這一個傷害成功的有幫 葉祖做到成索娜飄出的大絕 是這個A4C 這時候雙方有要拉打嗎 大力 喔這個 伊莉絲開啟的大絕 法洛斯又再一次被秒掉 這時候看蘭特追不追上 這時候 哇 那一個索娜又被踢出去 這樣子 在這一個會戰 TPS剛剛原本想要借著 拉姆斯的BATE 然後匿命第一時間到線上 可是他們沒有注意到 HQ其他隊員也是已經陸陸續續趕到了 畢竟匿命開大招 應該是可以看到HQ所有的人的位置 這個還飛下去 剛剛拉姆斯的那個往前衝 這一定是一個BATE 對 那 我會覺得 卡莉絲的進場 也不是說他進場不好 是他沒辦法 他必須進去 就是剛剛那個中路的會戰 他不進去的話 他也沒有機會再進去 可是他就瞬間被秒掉了 對 沒錯 那就變成沒有收頭角的情況下 TF跟法洛斯只能一直往後退 一直往後退 沒有辦法輸出 那這樣子 這場角度最亮眼 我會覺得是伊莉絲 他的成功能幫隊友做到 伊莉絲有點像影性的 攻城 他的那個機傷非常誇張 他現在一套下去 哇 看一下 應該沒有一個可以撐的 全部都沒有法抗 連 最硬的開W的拉姆斯 吃一套也剩五分之一 對 這 因為他上去下來之後 又可以再丟一套 那這邊就看 HQ怎麼運用這個法洛發 他們目前是選 先吃小龍 中路水晶兵也是成功的拿到 所以他們就可以憑著巴龍Buff 跟經濟的優勢去壓制 TPS的上路 可能是下路 看傑有沒有要選擇去分推 那傑分推很危險 因為逆命有大 將這拉姆斯到線上速度很快 可能會更大 然後再加上這個現在TPS的情況是 基本上他們都是有閃現的狀態 傑可能傷害會丟不太多 然後這邊可能綠茶又想要表拉一個 對 這時候綠茶 除了先進去跟TPS之外 等個拆掉這時候 HQ有一定可以連塔伊麗絲 上跟中路下 但是如果沒有小兵 所以又趕快往後退 沒有差 他很Buff 慢慢耗 反正會自動回血 沒錯 而且HQ可以等中路的小兵進去 這時候可能打算採用一些 分推時分推的戰術 是個不錯的選擇 畢竟現在應該沒人單挑的贏他了 這個塔要被點掉 現在已經在彈塔 但是凱特琳沒有什麼 凱特琳成功的把下路的塔給點掉 TPS在這個地方如果要打起來的話 可能會有點不太妙 對 現在沒辦法打 可是一定要先手 因為你後手被機器人拉的話 一定是悲劇 可是沒有一個好的時間點 讓TPS先手 HQ在拖完 在推完下塔之後 則是轉往上塔 上塔其實龍小兵不是可以 那也有一坨 一坨冰啊 嗯 那這邊我覺得TPS還蠻危險的 這個現在這個 兩路推進去的情況 叫他逼上塔 又有巴龍吧 喔這邊綁到了 伊莉絲成功的綁到了索娜 索娜趕快交出閃現 但是伊莉絲也被秒掉了 這時候有機器人收掉了索娜 就是說TPS 其他人就是保出去 傑開血的大拳 往上回去 法洛斯說吃到了傑的傷害 可是 這一個李希 直接一個傳見W隊友 然後把 哇 這個暴擊有點痛 哇 這個暴擊 跟暴頭同時觸發 這個傷害太誇張了 哇 那我們這邊可能就要 恭喜HQ贏這場 對 剛剛那個會在HQ自己 一換四啊 這樣子 今天的對決 我就誇獎雙方 十分的精彩 原因是因為 這場 今天的賽程 TPS跟HQ 打了兩場 然後 這一戰勝 雙方都展現了非常高水準的技術表達 哇 今天這一場真的是太漂亮 那剛剛 那今天跟之前一樣 也是有選手訪問 所以先讓 就是選手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然後我和UD再會討論一下 究竟是誰的表現比較亮眼 然後稍微進一段廣告 我們整對一下 等一下 精彩的訪問馬上回來